欢迎回到台湾大搜索 聚焦人物 带你来看凤飞飞 她15岁出道 唱红的歌曲不下牵手 不过她很少提及 她自己早在棉幼时 幼儿就失聪 靠着一耳的听力 唱片的大街小巷 凤飞飞曾经有四段恋情 前几段都被管教严格的虎妈主揽 但是在27岁当红之际 下嫁离婚 有孩子的香港富商赵红奇 淡出了演艺圈 但是幸福的家庭 却从2006年开始 接连发生了一连串 亲人离世的打击 来看帽子歌后的人生故事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我是方飞飞 好像如此的舞台 听到一声喝彩 我的眼泪忍不住 掉下来 她们的头发都打了 我心里上的满意 我白死里面也有满意 但言相之意就是说 我们要共度白手 我们要共度白手 掌声响起来 我心更明白 你的爱将与我同在 掌声响起来 我心更明白 歌声教会你我的爱 我在这边要宣布一个很令人 很沉痛的令人难过的消息 就是冯卫小姐在 今年的1月3号凌晨3点19分的时候 因为肺癌病是在香港 那么其实这首歌还没有唱 我真的舍不得离开 冯卷 送你一份爱的礼物 我祝你幸福 不论你在何时 或是在何处 莫忘掉我的祝福 很不容易 真的 没有40年如一日的你们 就因为我唱了40年 还继续在唱的风飞飞 巨星泳弱 歌迷难舍 因为不少五六年级 甚至是七年级生 都是听着凤飞飞的歌 一起长大 在那个年代 就是台湾 就是那种经济工业起碑的时代 那时候那种加工厂那些女工们 下了班之后 我一听的就是凤飞飞 我们被伴随了台湾经济成长 见证了台湾经济的奇迹 然后呢 也抚慰我们多的心意 我好紧张啊 中市公司的凤飞飞小姐 恭喜中国电视公司的凤飞飞小姐 今天晚上我特别高兴的是 很难得的 能够和邓丽君小姐同台 因为我一直呢 对她是最崇拜 最羡慕的一位 不到30岁就传联两届 竞争奖歌后 但成功的背后 凤飞飞其实有个 隐藏多年的秘密 这么会唱歌 凤飞飞其实有一个耳朵 是听不到的 夏天的时候很凉快嘛 就是把头栽进去 然后看能够憋去憋多久了 那时候因为就从小 就是经常进水 那进完水以后 就没有去清洁她 那时间久了以后 就造成发炎 她说有一天晚上 睡觉的时候呢 她就觉得耳朵很不舒服 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 怎么枕头上一滩血水 24岁开始 凤飞飞又失聪 朋友都知道她有这个素质 所以有时候跟她讲什么悄悄话 就会偷偷地跑到她左边来跟她讲 或者是如果钢琴的位置 比较靠右边的时候 她必须要弯一点腰 去听得更清楚一点这样 可是我觉得她真的很棒 就是她没有受这个影响 反而歌还是唱得怎么样的好 歌唱事业能亦反风顺 也全靠这一位等力助手 母亲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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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大家快乐 大家快乐 在当年并没有什么经纪人的制度 只有唱片公司 所以凤妈妈其实就是凤飞飞的经纪人 我妈妈今天也在现场 要穿鞋头穿那漂亮 甚至为了要求刘家昌帮凤飞飞写歌 凤妈妈妈还可以这种紧迫叮人 打电话知道刘家昌今天要去哪里 跟人家谈事情 立刻杀到现场去 在那等 我就是等你 等你把歌写出来我才走 就是有这样子的精神 所以凤飞飞那时候也唱了很多 刘家昌做的很好的歌曲 凤妈妈跟前跟后一手栽培凤飞飞 谁想跟女儿谈恋爱 得通过她这一关 那当时的玩笑是说 谁能娶到凤飞飞 可以少奋斗20年对不对 但是凤妈妈那时候是很可怕 凤妈妈是把关是非常的严谨 有点像这个希特勒时代的盖世太保 凤飞飞曾经在刚出道 还叫林倩的时期 在常常上广播电台打的那时候 有个广播电台的DJ 就很喜欢她 追求她 那凤飞飞年纪还小嘛 那这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就跟她很谈得来 私底下也出去了几次 可是呢 也还没几次呢 立刻被凤妈妈跳出来 一刀就砍断了这条姻缘 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彩虹 因为彩虹它是永恒 它不变 来 今晚我们立刻来飞上彩虹 后来呢 她因为开始主持节目 上综艺节目 那时候认识了一个制作人 叫王再沁先生 那王再沁非常欣赏凤飞飞 与其说她是凤飞飞的未婚夫 据说那时候他们也订了婚了 倒不如讲说王再沁 等于是像个老师 像个朋友 像个贵人一样 去带着凤飞飞 据传这段恋情 也因为凤妈妈算命 靠虎爷算出 两人命中均母结果 因此结束婚约 无疾而终 而这一位已故义人 也曾经热烈追求 你不哄妈妈 凤飞飞的妈妈 对对对 凤飞飞的妈妈 对头话一样嘛 李敏然模仿凤妈妈 和张飞一打一唱 当时就传出 李敏然曾经送上6000朵玫瑰花 向凤飞飞表白 恋情却遭凤妈妈打枪 直到女儿遇上了一个人 跟赵红旗谈恋爱的时候 因为赵红旗在香港 做旅行社的 那这个凌峰据说是介绍人 也一直在从中撮合 咸飞飞三个有名的 有名的大老板 对不对 供我们圈内 之前有几个 也是很红的艺人 也有关系 也有渊源 那凤飞只是缘分不一样 他们是叫作为夫妻嘛 丰飞演出电影 就是溜溜的踏实 与赵红旗的恋情 也正在萌芽 据说那个时候 凤妈妈也是故意刁难赵红旗 就讲说好啊 你要来娶我女儿可以啊 两千万 明天就给我护到我的户头里面去 据说那时候赵红旗回到家 就跟赵家的老太太 就谈了这个事情 赵妈讲说 你是真的喜欢凤飞飞吗 赵红旗讲说是 二话不说 第二天两千万就会到了 凤妈妈的户头 这一会严格的虎妈 想反悔都行不通 因此就在凤飞飞27岁 迎事业如日中天之际 嫁给了香港富商 赵红旗 让青春娇艳的花朵 展开了深藏的红颜 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墟 是幻想你的娇脸 凤飞飞呢 嫁到香港之后 其实赵红旗非常的疼爱她 然后也生了一个儿子 从此凤飞飞真的就退出歌坛 习近千环 但革命们多年来神神呼唤 20多年后 凤飞飞终于回到台湾开演唱会 先生儿子也大力支持 其实我这次回来的时候 我先生送我到飞机场 他就讲一句话 好好干吧 那你现在呢 代表妈妈跟那个观众朋友 打个招呼 各位观众朋友好 谢谢你们支持我妈妈的演唱会 谢谢你们 喂 你等一会儿 因为这通电话是从香港打来的 好了 你今天表现得不错 回去零用钱给你加一点 我很会痒 她94公斤 你说听起来 你要开心还是不开心 每次跟她买裤子 腰尾跟裤肠一样 很欲足 在台上直接与歌迷们话家常 凤飞飞情节的个性 例如往常 但低调她 不愿让长大的独生子曝光 连拍母子广告都找来妈的 妈咪 妈咪 你能赢得热吗 我呢 稍微停一下 她儿子有没有机会 回来台湾进入影运圈 我相信没有什么机会 因为真的她基本条件太差了 调侃儿子不嘴软 但母子情声一语言表 乐观的凤飞飞 在香港过着身居简出的生活 原本的一切是如此愜意 却从2006年开始遇到一连串的 大家还记得凤飞飞唱的这首歌吗 这是凤飞飞在丈夫过时之后录制的歌曲 这也是凤飞飞最后的异作 当时她每次唱每次泪崩 好几度录不下去 可以感受到她跟丈夫之间的深情 其实凤飞飞从2006年开始 就遭遇一连串的打击 短短三年之内 哥哥 弟弟 丈夫都相继的病逝 没想到三年之后 凤飞飞也罹患癌症故事 但是这项死讯 却知道40天之后才公布 这背后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这可能是因为家族的遗传 或是什么原因 凤飞飞的哥哥和弟弟 在连续几年相继过世 所以凤飞飞心里非常的难过 曾经被凤飞飞带出道 当过歌星的弟弟凤飞扬 因为领包癌病逝 隔年她的二哥也同样离开走了 没想到2009年 又爆发更震撼的消息 最关心的是帽子割后凤飞飞的 先生赵宏琪传出罹患肺炎 虽然坦诚丈夫赵宏琪患病 但文章一开头 凤飞飞首先说明先生的健康状况 其实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严重 字句中展现坚强 但就在几个月后 肺癌第三期的丈夫赵宏琪 撒手人寰 这件事情当然我们演艺圈里面 可以说这个同体哀痛 都觉得凤飞飞的 失去了这么好的老公 但是我们觉得 希望凤飞飞能够这个凤姐 节哀顺变 回首看见生命的不完美 对你的感谢未曾停歇 不是 我想要拍《认识》 可以回个家里 三年内她同时手足与挚爱 这首歌唱出了Gail 对王夫的思念 我有没有在你的梦里面 我心里空虚看不看得见 想要对你背 想要不敢安安听你讲话 吃饭也在哭 然后经常眼泪掉在碗里头 让我一起吞下去 那种眼泪干饭 这是我这辈子 最大最难受最偷福的一个磨码 天涯海角多远我都不累 牵你的手随随捏捏 他几乎都是哭着在唱 所以因为他很要求 所以我们前前后后录了很多很多次 在每一次的演出里头 他都是坐在坐脚落在支持我的人 所以哪一首歌我相信他都会支持 他都会挨抵 散服之痛是难以承受之重 为了振作精神转移注意力 两年后凤飞飞准备在小巨蛋开演唱会 他就突然声音就哑掉 所以我演唱会必须取消 大家还认得我的声音吗 没有办法 我再怎么清理喉咙还是这种声音 我是凤飞飞 那在这种声音的状态说话 说实在是很无奈 太长期的操劳跟过度使用 那经过医生的建议呢 必须要做一段很长时间的物理治疗 外界以为只是小毛病 但其实凤飞飞的身体早就出现状况 原来是因为有肺癌末期 那已经扩散到影响到生态的发生 那到今年的1月1号的时候 病情又恶化 所以在1月3号凌晨3点19分的时候 就病斥在医院里面 接近过年 他说千万不能公布 因为他希望让包括凤米也好 包括所有的观众也好 要过一个好年 不要在过年期间像是 因为他知道大家会很伤心 会很难过 会很不舍 贴心的凤飞飞就是不想让爱她的人难过 连最后一刻妈妈都没有陪在身旁 妈妈一直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同时知道了 这个我开记者会的同时 已经请她 请她的孩子通知她的家人了 不想让高龄80多岁的老母亲 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 因此消息封锁了近40天 老人家才得知女儿过时的消息 而凤飞飞的最后一程 只有儿子陪她完成 虽然妈妈在舞台上轻轻挥煞 发光发热 但那时升天一直低调 保护着我 妈妈的舞台成就 有些是带她离世之后 才有机会深刻的去翻阅和感受 一丝一举 到处儿子对妈妈的敬略与思念 如今凤飞飞故事 即将满五年了 但她的歌声从未离开过